Simon Simon 怎么会没有接听 就自己弹出画面啊 这 这也是哪里啊 看起来像是 校长系 那个苦 算没男是谁啊 你瞎了 连会长都看不出来 那还是改成金石鸭品弹吧 仓俠 雕塵 为什么你要牺牲自己啊 小桥已经消失了 我应该要去陪他 而且既然说是死一半 那就证明大家还活着 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更重要的是 我想要去找出真相 不要啦 大哥会生气的啦 要你做就做 你废话那么多干嘛 好吧 那你告诉我 要怎么帮你啊 用力打我一下 阿翔 你没事吧 人家那没准备好 你怎么就出手啦 算了算了 不要怪他了 真正对战的时候 哪有等别人决定好了的 都怪我自己还不太熟 这个内功信号 想不到董卓会直接翻脸 一点思考的空间都没有 还让三弟也受害了 可恶 阿翔 你是不是 不要看我 阿翔 好 怎么 总是哪里 怪怪的啊 没有啊 还好啊 我 怎么了吗 我知道了 会长啊 你怎么老是还戴假发呀 我 我戴假发 你们知道阿湘为什么要到东汉书院吗 各位 你们想不想知道 周语小时候被咬小鸡鸡的事情 你讲完 陆感写 如此 街帝